继上半年中共赤巨资在纽约时代广场滚动播放所谓形象广告片之后 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近期又租下了纽约时代广场一块黄金位置的巨型电视广告牌 将于下周一开始播放广告 中共希望在国际上树立形象 但评论者指出温州动车惨剧对国家形象的损害是多少金钱都弥补不了的 BBC报道新华社租的这块液晶显示幕看板高18米宽12米 位于时代广场的北端 每天大约有50万人经过这一地区 广告牌位置原为汇丰银行足用 但汇丰银行在上个月租期到期后没有续租 新华社租下这块广告牌被认为是中共改善国家形象树立中国品牌的又一次努力 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表示 共产党的广告宣传无法改善自身的形象 因为全世界都看到它的专制和恶劣的人权 他说当这种宣传和实际情况如果形成反差 反而会激起更多人的厌恶 以其做这个面子功夫呢 汉东是这个真的把中国的脸搞得好看点 改善一下人权状况 启动政治改革 你说最近发生的那个高贴至尊威的事件 你看它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损害多大呀 那么多的人关注 他就淘淘了事 事故还没进行调查 就先把这个证据给毁了 曾经担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新闻部主任 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的赵岩分析说 中共企图在世界上抢夺话语权 他举例说 去年中共收购美国新闻周刊没有成功 现在又到时代广场投放广告 而被称为海外央视的凤凰卫视 最近也在纳斯达克上市 赵岩提醒美国政府注意中共的文化和政治渗透 赵岩建议美国政府 在允许中国的媒体和广告进入时代广场的同时 要求中共当局以同样的权利 对美国的新闻和美国的广告加以开放 另外赵岩认为 如果新华社新苏的看板 仍然遵循今年年初使用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 来代言国家形象的思路 那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赵岩批评那些被用来代表中国形象的娱乐明星 基本上都是愿意当奴隶的中国人的形象展 根本代表不了中国人的脊梁和中国人真正的精神 而BBC的报道还说 新华社自1971年起 就在美国开设了新华社分社 新华社五月份将北美的总部 从纽约的华后区搬到了时代广场 据凤凰网的报道 广告牌业主拒绝透露新华社付出的租金价格 但据了解 时代广场最优质的广告位置租金 可以高达每月30万到40万美金 新唐人记者秦雪薛丽采访报道